我叫莎拉麦提古里 我是出生出章的喀什人 我开了古城景区第一个旅游家长户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新疆 来我们的喀什 来古里的家做客 今天我们的忙碌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所以大家我们打起精神来 一定要把客人接待好 一定要让他们经验到来自其他家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家康库是一个冷餐观 吃饭拍照看服务表演 还有住宿的一个厕所民宿 饭菜都是家常饭 烤肉 拌面 抓饭 拉面 还有烤包子 酸奶 剥皮包子 我家呢还有两个爷爷员员工 一个呢是79岁 另一个呢是72岁 爷爷喜欢跳舞 会打手鼓 大家都叫他们网红爷爷 还有很多大学生在我这里兼职 因为他们太喜欢跳舞了 一放假就来到我这里跳舞 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 从天津刻意上的幕名而来 找你的网红的打卡币来 每天都有莫名而来的客人 也是很多回头客 今天早上来的客人 去年在我们家住过 他们今天来非要住我们家 但是现在没房子了 然后就一个一个打电话 帮他们协调 晚上可以帮他们腾出来 两间房子 他们特别的高兴 他还没有收拾好 我安排一下收拾好了以后 你再搬过来 我呢之前呢是踏实古城景区的一个讲解员 我当了八年讲解员以后 我们这边呢是政府投资七十多个亿 把我们的房子改造好以后 闯造了五亿街景区 我这个家门口 有客呢是一下子特别的多 当时好多有客 会问我能不能到维瓦尔族家里做客 喝你们的茶水 吃你们的饭 看你们的歌舞表演 深度的了解一下你们维瓦尔族的文化 所以呢我是把工作死掉 把自己家呢是改成一个旅游家房店 17年3月15号开始正式开业的 创业初期我大概投入了五十万 我爸爸呢很支持我 我把结婚的所有的黄金收拾都卖掉 我姐姐呀哥哥他们也给我棒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还不能住宿 有个只是过来吃饭呀喝茶呀看我们的歌舞表演 2019年我自己去了丽江古城学习考察 回来之后我就把房子重新装修了 2020年我家就成了民宿 我们当地的政府也很支持 进去的观光车还会在我们家天一站 现在每天来我家参观的客人呢 能达到一千个人左右 去年因为疫情每捐到钱 我今年生意非常非常好 估计今年能转到五十万 没问题的 现在我们家的员工有二十二个人 平均的话他们的工资三千到四千块钱左右 有时候客人们喜欢他们 还会给他们小费 包括爷爷 以前爷爷在外面卖瓜 一天也赚不到五十块钱 给他注资了一个抖音账号 我带着爷爷接一些广告 现在爷爷呢一个月也能赚到七八千块钱 夏天嘛客人来嘛好好地工作 从早上到晚上都特别开心 我有三个小孩 也可以说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公是民警 我跟老公都特别忙 但是我们也很忠视孩子的教育 未来我希望他们能考上好大学 我对未来有很多的规划呢 今年我的计划呢 带爷爷们到北京去旅游 去天安门看一下 我还想把谷里的家带到内地去 做成连锁 打造一个品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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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 совет 我